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撒上香喷喷的调料来俘获美国人的口味 排名第四的鱿鱼花生据说是只有咸曲奇和香花生这样令人善隐的组合 我们今天的第二条新闻 3月18号 曾国在他的印字上发点提问 我现在该做点什么后 有时间与粉丝交流 曾国在自己的印字上留下的亲切答复成为热门话题 他的一位粉丝说 吃拉面 看奈飞 休息 曾国回答说 我是在想我吃几天会来看那只猫 你想来看那只猫吗 是韩语想吃拉面吗的新说法 印度媒体之一的Get Indian News报道称 曾国的亲切回答让全世界粉丝碰然心动 他还补充说 随着BTS的受欢迎程度率提高 他们对Kate & Canton的兴趣也在增加 说到BTS 我们今天的第三条新闻来看看他们最近举办的演唱会的神话 3月13号 BTS在首尔长时综合体育馆连续举行了三场Permission to Dance的演唱会 还准备了在线实时观看的活动 一共无法参加一位现场的粉丝在剧院享受 人们对实时观看的反应爆棚 特别是英国当地美女之一本的《Day报》 好了 此次观看BTS实时直播的安妮们 看了实时直播的梅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BTS试图通过他们的歌曲上 我们传达的话语总是包含着一种感人的社会信息 虽然我不能亲自去演唱会 但我很高兴能够通过实时观看来平息我的失望 另一方面 在全球75个国家地区的3711家电影里面 实时观看的观众人数约为140万 全球票房收入为3265万美金3亿行币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韩流热点三新闻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再会啦